長聲長有的股份都有這種特質 都是另一個今年轉了運的公司 另一個股王 港股都有迷你牛市 香港大股內都監獄可解 我覺得應該還會有 大家好 回到牛牛二流座的第二集 咦咦 唱首歌 唱首歌 咦 英sir 就到聖誕了 接下來有甚麼事做 我都沒甚麼事做 我都留在香港 你提醒我 我的護照還未記得換 為甚麼這樣說 咦 我們可以一起去尖沙咀的實體店 由即日開始 到12月31日 透過參加新客開戶 或者邀請新客戶的活動 即刻可以獲得聖誕牛牛 甚至是周邊或是禮盒 大家快點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賣廣告 我們先到這裡 觀眾聽完我的歌聲之後 應該很想快點進入正題 上得你的唐多 經常都會說穿透 或者是穿著周期的股份 為甚麼要這麼重要 蘋果 五十幾二十年之後都是蘋果 你跌完之後又升過 有穿透的公司 有這個優點 我可以不用下一期的盈利去看 是用一個長期的盈利去看 但如果你說 一些沒有穿透的公司 沒有穿透的公司 多數是甚麼公司 就是高負債 又或者市場佔率不是很高 其實大部分長升長有的股份 都有這種特質 例如Costco現在最高位 Costco的勁載是因為它可以很便宜 有一個很便宜的收集能力 令到人們很忠心地去參加 現在Sames Club已經搞到我們瘋了 Costco將來在深圳開 我們都更加瘋了 你會見到這些公司 經過了十幾二十年之後 依然都是它是一個領頭的公司 剛才我開頭跟你說 它是一些寫意的公司 因為大家都見過 當時Unico的崛起 因為經濟不景 又通脹 人們又覺得很神奇 那些東西一輩子都不加價 又性格比又高 變成做了其他事情 變成它們崛起了 譬如你又是另一個股王 CBOE也是 CBOE就是大家炒期權炒到瘋 亦都比較新鮮 比CME 所以我覺得相對較為強勁 甚至我自己覺得 如果未曾認真展現過周期 我覺得富途都可以 雖然有少少人覺得 在這裏說這些東西 好像… 不是我講的 NVDA NVDA 是一個很好的公司 我覺得Uber 可能有機會 挺好的 都會是另一個 幫到一些自由職業者的公司 要是你會覺得 我們在歷史上有這麼多個周期 那都是那些東西 又或者是有些東西 是顛覆著以前的東西 的公司 而那個顛覆 其實可能是會很長期 都可以顛覆到的 就是用我們拆鞋的例子說 我覺得富途除了顛覆著 是顛覆著 Fund的交流線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其實是 將會是另一個很重要的高峰 為什麼我們會說OK 因為這幾年來 Money Market Fund 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新的產品 熱滿產品 不是新的產品 是新的熱滿產品 OK 因為大家忽然之間覺得 那幾年很重要 而且因為你的轉移 去買東西又方便很多 比它更好 比你更定奇 就是Flexibility 但是因為你的Money Market Fund 的回報其實是不高的 如果你升幅 擁有好似傳統銀行 搞一個人在這裡 搞一大堆東西 其實你根本上 都無理可逃 所以你 為什麼這個Distribution Network 是重要的 就是因為你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 去幫它Distribute 因為Money Market Fund 引了一些人進駐 那些人習慣了 舒適了 其他什麼基金都會在那裡搞 我見你也有說到拼多多 是否都好像符合你所說 便宜的概念 因為你現在穿越經濟畢景的周期 那些人都會看回 你現在是一個經濟畢景的時候 這些性價比主打的公司 而又新奇一點點的 甚至你不像Costco那樣長期都在那裡 即是對於鬼佬來說 是一個新奇一點的東西 其實那個Growth都會仍然很厲害 這些就是你所說出海派 我想你在中國來說 現在很明顯你投資中國股票 那些人現在是對於外向型的公司 是有興趣大很多的 我們不要說這些 只是聯想都是另一個 今年轉了運的公司 即是它是一些環球市場的玩家 你見到國內市場的預期 其實是非常之差的 即是有少少此消彼長 即是最明顯的一隻股票 就是華潤啤酒 其實是弱到你很難以置信 以以前的走勢來說 是沒有理由這麼弱 因為你不是一些很貴的東西 因為那些不能買的話 就變成你中國公司可以打到外面的 就變成你中國的基金 就被迫要賣那些出海的公司 大家的注力都會擺在我們上集說什麼 即是美股七雄 美股七雄都是一些有穿透力的公司 很明顯是 剛才我最初都說 因為它們跟其他公司不同了 它們的底 它們是建立了一個很大的盈利基礎 再去搏 繼續強勢的機會還是很高 七雄入面最厲害的那隻 我覺得非常之大機會會變成了Microsoft 但現在就開始有一個清潔的路 其實我覺得除了Microsoft之外 另一個比較大的股票 可能是Adobe 會比較強一點 假設我是小白 即是我現在真的由零開始建倉 我就想放入美股七雄那裡 那你都有富貴小白和窮小白 那你兩套都交了 如果你是富貴小白的話 那你要小心一點 你買這些 我覺得都你要明白那個 你現在是超過賣的了 但是就是你 首先你就賭緊那個集體心態 是會幫手支撐著 另外就賭買 就是它們那個earnings 那個創造價值 是會慢慢會提升上來的 那 所以我覺得你最好的做法 就是分段去買 也都 當然我覺得你可能是 好像我所說 如果你有少少少賭買的話 就可能剛才我所說 就應該轉移多少少 AI 應用方面的想法 美股長升長有的股份 英常理就好像選得很快 但是我們上集 最後賣預告就是要談 就是今年說的幾隻 每項中移動 中海油 其實都升了20-30% 那它們會不會長升長有 其實我覺得它們就不是長升長有 剛才我上集的概念 都說它們一場爆發 即是它們那個商業模式 受的限制都比較多 如果你說三隻入面 我覺得中移動開始的 momentum 我覺得會是弱了 我覺得那些人開始會想 他怎樣去用他的錢 要有一些好些的交代 才會令到它會再進一步 但是就中海油和匯豐 我覺得始終匯豐 就是香港裡面 基本上大股裡面都無可減之下 其實必然我覺得應該都還要有 OK 還有它回購得厲害 還有派息可能會比較好 還有始終你買香港銀行 你又怕買大陸銀行 你都怕的 香港買銀行就買這個算 還有你看到歐洲的銀行都OK 另外883就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油股 我覺得怎樣都 社油股的人都會有些 我覺得都OK 相對上這兩個都OK 941我覺得相對來說 就可能沒有那麼厲害 會比起今年 這三個就 這個是不是都算是你的退休三步 對 就是我們一向說的 現在人們開始轉移多一點 那個短線 momentum 就去了出口股那裡 你看到信譽、瑞昇、創科、聯想 一大堆這些其實是更厲害的 人們因為可能覺得 你國內的環境實在太壞了 你要買一些打外面的公司 而且這些始終都不是中資的公司 就變成人們的信心又會大一點 退休三寶就有一隻 就中移動有機會跌渡 大家要留意 好再次多謝英sir 作下我們的牛耳樓左 兩集的分享內容都非常豐富 好謝謝你 謝謝 下年我們又再請你去互顧一下 好那我去你的實體團隊走一圈 好 聖打見 好了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應該就2024年再和英sir再聊天 好 拜拜 拜拜